大家好,我是刘亦 韭菜炒鸡蛋 这是一道特别受欢迎的家常菜 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家炒出来 不是出水特别多 就是鸡蛋腥味重 其实要想做好吃 也有一些小技巧 今天大厨就把不外传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 像这样做出来 鲜嫩入味又营养 而且出水又少 老少介意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首先来准备一些韭菜 尤其是这个季节 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上一些韭菜 据说有一些滋补的功效 把这些不好的叶子一定要去掉不要 再来准备上一些鸡蛋 没有鸡蛋的用鹅蛋或者是鸭蛋都可以 接着来清洗韭菜 特别是根部最容易残留一些泥沙 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这个季节的韭菜是应急蔬菜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 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清洗干净后捞出 先把水分一定要控干 再把鸡蛋也倒入水中清洗干净 有条件的还可以放上一个鹅蛋 这样炒出来吃着既营养又鲜美 清洗干净后捞出放入小盆中 接着来切韭菜 把韭菜的根部先用刀拍破 这样在炒的时候既好成熟又好入味 再改刀切成段 清剑椒一个洗干净后去地去脂 再从中间片开 然后切成丝 放入清剑椒主要是增加一些清香味 又放入口感 切好后和韭菜头放在一起 再把韭菜叶改刀切成段 这两样一定要分开炒 因为韭菜头不好成熟 韭菜叶成熟很快 切好后装入另一个小盆中 少许的红辣椒改刀切成细丝 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 没有的也可以不放 接着把鸡蛋打入盆中 全部打好后 接着来调底味 放入少许的食盐 小半少的胡椒粉 料酒可以稍微多一点 放入这两样主要是去腥 而且可以使炒出的鸡蛋 更加鲜嫩蓬松一些 用筷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接着在切好的韭菜叶中 放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 抓拌均匀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炒出的韭菜出水就特别的少 而且吃起来口感还会更加的嫩滑一些 有很多朋友炒出的韭菜既不好吃 而且出水还特别多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底的水分烧干后 再关中小火 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先熬出香味 再倒入拿好的鸡蛋液 静止五秒钟左右 让蛋液慢慢的定型 再用勺子向一个方向快速的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要想做出的炒鸡蛋 成型好不易碎 切就不要来回不停的推动 待鸡蛋液完全凝固后 再用勺子划成大小均匀的块 而且做这样的炒蛋 建议大家稍微炒老一点 这样吃起来腥味小更香一些 炒至表面微黄先盛出来 接着锅中再次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熬出香味后 放入少许的干粮椒炖和红花椒炸出香味 这个主要是真香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 再倒入切好的韭菜段和青椒炒出香味 大概五秒钟左右 时间不需要太长 再把切好的韭菜叶倒进来 翻炒几下 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小的胡椒粉和少许的白糖 中和味道提鲜味 一定要烹入少许的清水 这样调料能够很好的炒至融化 这时候倒入炒好的鸡蛋 继续保持大火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把鸡蛋炒匀炒出香味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韭菜炒至刚好断生就可以 可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 像这样炒出来的韭菜鸡蛋 是根本没有出水的 而且味道也很香 要想做出的韭菜炒蛋好吃 一定要掌握好这些步骤和技巧 鲜嫩入味的韭菜炒鸡蛋就做好了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